接下來這幅畫也是跟冰有關 這幅畫叫做貝加爾湖的春天 貝加爾湖是哪裡呢 就是歷史故事當中蘇武牧羊所謂的北海 貝加爾湖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 它避天雪地的淡水容量 卻可以供應全世界50億人口的飲用 貝加爾湖之春其實也是一首非常好聽的俄國民謠 我這幅畫其實所要表現的是它的意境 也就是蘇武牧羊的故事 那種堅毅 那種忠贈的一個節操 那在色調上面呢 我所運用的也是屬於比較輕柔淡漾 而技巧上面當然也就是洗墨 它的這個材質是軒子 那這幅畫就幫大家介紹到這兒 我的比較請大家 我會載到這兒 ЕТ這邊很愛的 這兒